11月17日消息 小米新款TM2211笔记本出现在Geekbench上 有i914900HX和i514500HX两个型号 i914900HX处理为8大核加加16小核 i514500HX为6大核加加8小核规格 据此前报道 英特尔酷瑞14代HX处理器为13代HX系列的高平板 为采用新工艺核心架构 HX系列处理器为桌面端移植而来 一般用于游戏本 配备独显 但Geekbench平台暂未显示小米这款笔记本的独显型号 目前暂不确定小米新款TM2211笔记本是否属于Lenme G系列 还是小米要重启小米游戏本系列 11月17日消息 小米新款TM2211笔记本出现在Geekbench上 有i914900HX和i514500HX两个型号 i914900HX处理为8大核加加16小核 i514500HX为6大核加加8小核规格 据此前报道 英特尔酷瑞14代HX处理器为13代HX系列的高平板 为采用新工艺核心架构 HX系列处理器为桌面端移植而来 一般用于游戏本 配备独显 但Geekbench平台暂未显示小米这款笔记本的独显型号 目前暂不确定小米新款TM2211笔记本是否属于Lenme G系列 还是小米要重启小米游戏本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